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6月2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上星期四迪斯尼主题公园在上海隆重开张 实现了迪斯尼公司长达继20年的中国梦 不过为了落脚中国这个市场 迪斯尼向进口方政府一再折腰 米老鼠是否在告诉伙伴们 在自由价值和金钱魅力之间 他快乐地选择了后者 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否正在步齐后尘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本月上旬 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 终止和中国铁路公司合作修建 美国首条高速铁路的合约 该合作项目被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去年9月访美的三大成果之一 也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方略的主干部分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美中高铁计划脱轨 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道路是否畅通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广东善委乌坎村的林祖烈先前因愿意代表村民维护土地权益 并被村民选举为村长而广为人知 星期二林祖烈在中国电视上认罪 声言自己收受贿赂 但乌坎村很多村民表示林祖烈的认罪是被迫的 并誓言他们还要举行大规模抗议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 善委当局和当地电视台 播发乌坎村村委会林祖烈认罪的视频录像 我是郭坎村参总的师座书记 常务税主任林祖烈 由于作弃对法律事实的弹幕和不正 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段认罪视频 南方日报的报道说 在承认收受贿赂之后 林祖烈已经被解除职务 许多乌坎村村民认为林祖烈被迫认罪 林祖烈6月18号被捕 在此之前 他表示要再次带领村民进行大规模和平抗议 要求有关当局归还土地 在发布林祖烈认罪录像的同时 善委政府当局警告国内外媒体 要按照政府要求报道 在过去的几天里 上千名村民举行抗议示威 要求释放林祖烈 2011年乌坎村发生大规模抗议 村民要求惩治腐败 归还被非法夺走的土地 村民的抗议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广东当局最终准许村民去行选举 一些抗议领袖随后以压倒多数赢得了选举 林祖烈就是那时当选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公布的电话录音记录显示 奥兰多枪劲案凶手奥马尔·马丁在行薰期间 曾给报警台打电话 自称是一名伊斯兰战士 马丁的电话录音记录最初经过删减 去掉了马丁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及其领导人 巴格迪达的内容 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 在公布电话录音记录时 试图保持透明度 同时也要考虑遇难者家人的感受 并避免为恐怖组织张目 美国众议员议长瑞恩批评有关当局 最初只公布经过删减的电话录音记录 他说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更广泛 更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奥巴马政府继续淡化 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 并转移民众对这一威胁的注意力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谢谢收看 请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进入 回来进入时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上星期四迪士尼主题公园在上海隆重开展 实现了全球传媒及娱乐巨星迪士尼公司 追逐了长达近20年的中国梦 有分析说用55亿美元搭建的上海迪士尼度假村 让中国像一个独特的美国品牌敞开了大门 树立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新典范 也更让控制欲超强的迪士尼公司 拱手出让利润腾出权力 甚至放弃电视频道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公司 自打原厂说 幻想吞下全部好处是自欺欺人 那么为了落脚中国这个市场迪士尼 不惜向进口方政府一再折腰 这是否值得 米老鼠是否在告诉他的伙伴们 在自由价值和金钱魅力之间 他快乐地选择了后者 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否正在不齐后神 时大家谈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 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 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通过skype参加节目 以及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里参加讨论的 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艾良博士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问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夏艾良教授 请你来介绍一下 那么迪斯尼这次为了落脚或者说为了落户上海 他向中方政府做出了哪些一般他在国际这种交往当中 不易做出的这种让步 首先对利润分层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那么利润分层是迪斯尼公司在世界上其他几个地方 设点是坚决不能让的 还有就是迪斯尼的专有频道 这个专有的频道也是一个是收视率很高 再一个也是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 另外还有这个迪斯尼乐园旁边的周边地区的这些 一些相关配套服务的设施 包括酒店 包括一些商店 纪念品店等等 所以这一次的让步可以说是迪斯尼公司有史以来 在世界范围最大的一次让步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过程是很漫长的 很艰难的一波三折 经历过几任的领导人 但是这里边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中国长期以来的 从政府到民间都有这样一个情绪 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 他们把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 进入中国的这种原因归结为当时太软弱 中国经济上落后 而现在中国强大了要崛起了 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面 在任何谈判上面都应该占上风 它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 我觉得这有一点就是说把政治和商业 就是混同来谈 是何星连女士 我们我看到报道说 迪斯尼公司把57%的股权都交给了中国 这是非常在国际一般的这种商业的交往当中 非常少见的 一般的自己的主要地方都要求控制至少51%的股权 是不是这样 一般的是这样 但是在中国呢 我们对这个迪斯尼洛夫中国呢 可能应该有两个坐标 一个坐标呢 就是干脆的就不要和独裁国家做生意 那么这个坐标呢 看来是达不到 过去的西方国家是用 我们进入中国 是帮中国推动这个民主化 那么经济自由化以后呢 就会政治上的民主化 那这两年呢 因为中国的那个像这个毛时代 回归的那种专制特色越来越明显 所以呢就大家不好意思在说这个话 不好意思在说这个话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东西 就是三叶考量 那么大家就不说高调了 不唱高调就是三叶考量 迪斯尼这一次就是这么 纯粹三叶考量的一个验本 这种合资形式呢 自从这个90年代 中国已经修欧洲的那个外资以来 还是延续当初呢 和这个香港台资的一些做法 就是采取三合的形式 三合就是合资 合作 合云 他这个三个合作呢 合资那么就因为双方各出一部分资本 合作呢就是有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东道主 就出地 出人 出别的 那么那边就出技术 和云呢就是双方共用一个品牌 来达成某种协议 那么中方可以用这个品牌的产品 生产品牌生产东西 其中有一些细微差别 但是经过的都是很不愉快 也支持产权啊 还有双方的这个劳资待遇 就是还遵循那个职念控制 发生了不少矛盾 最后就到了这个九十年代末期呢 就是因为摩擦很多 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具绝对优势 就开始考虑了答应这个外资的诉求 就是允许他们独资 以后就外资就进入了一种独资时代 那么在所以进入独资时代以后 和迪士尼又采取这种形式 那么就引起这个全世界发展啊 但是呢我看了全部资料以后 我发现迪士尼采取这种形式啊 它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考验的 比如它占地1000亿某 就相当于6000多某土地 6000多某土地你知道在上海 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呢 相当于多少农家的土地呢 因为那个地方家庭父亲拥有土地才1.2某 那么就等于5000多家人要牵走 当然其中还争用了一部分坟地啊 就是墨地 那这个就更难了 要找墨厨 要搬迁 还要找公墨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出头做这个事情 这是几乎迪士尼公司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和上海四家最大的国云公司合作 从现在来看呢 迪士尼并非没有好处 但是真正的难题是 中国的和外资合作的模式是这样 开头呢 是诸巢引凤 然后过了一段 有利益分享的时候 很快就变成关门打狗 过去的模式是这样 所以迪士尼的问题可能是在后面 还不是在现在 好的 夏良教授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迪士尼 为了讨好中国这个政府 中国官员的 为了让他们感觉满意 做出很多的让步 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用了几个词 一个是迎合中国政府 另外一个是安抚中方的这个官员 比如讲 在游乐项目的设置方面 为了避免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印象 他们减去了像什么太空山 丛林巡航 还有小小世界等等 你认为迪士尼为了赢得商业上的好处 或者直白的说 为了赚钱 做出这些让步 是有必要吗 是值得的吗 首先我要讲 这不是主动的讨好 是被迫的让步 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变通 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漫长的过程之中 这个迪士尼的高层领导 甚至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当面认错 道歉 那是指的是当年 他们拍了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一生这部电影 是 但是呢 目的是想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他们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 包括他们一般是不接受政府 介入到商业项目中的 那么他在中国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情 他迫不得已的接受了中国政府直接介入 另外呢 大家知道这个森迪项目 森迪集团这样一个构成 它是四家大的国企 或者讲有国资背景的这些商业集团合成的 所以呢 他这次与其说是一种商业合作 倒不如说是差不多跟政府进行的半官方的一种 带有政治意图的合作 因为这个迪士尼是一个文化 文化象征 那么中国政府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标志 如果不对他这个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造的话 好像不足以显示中国政府的强大的控制力 所以呢 他改变了刚才你讲的四个项目 三个非常吸引人的这种娱乐项目 应该说是迪士尼的最基本的标志 尤其是小小世界 还有这个丛林航游这一类东西 太空山呢 是对青少年对科技的这种向往 这几个方面如果一取消的话 加上中国的元素 有意的迎合中国人的品位 那你搞出了东西那还叫迪士尼吗 那还不如你自己打造一个 对你自己打造一个中国式的迪士尼不就完了吗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化 这个我就觉得这种过度的政治上的解构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何女士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可能麻烦还在后面 是 那何星来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 刚才夏教授也谈到 那么迪士尼他的CEO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曾经就迪士尼他们拍摄达赖的一生 这部电影认错 致歉 而且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 那么他还聘请了基辛格 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基辛格来进行游说 当然他做的更有甚者 他把1980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到迪士尼乐园这个游玩的彩色照片 找了出来 这是当时习仲勋和米老鼠一起照的像 把彩照找了出来 当面交给习近平 以此来为自己公司说向来游说 你认为西方资本家或者说跨国公司 为了打进中国市场 为了赢得中国的千百万的这些中国的民众消费者 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其实我对这个外资进入中国的行为了解是从这个90年代初就开始的 所以对于迪士尼这个做法我并不惊讶 他做的只不过是微软谷歌还有思科以及世界五百千企业在中国做的那个事情的一部分 就是一部分而已 因为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这些还做了什么 外资公司未来在中国落户 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比如给主管官员的亲书安排出国留学 还有包括给一些官员安排到这个哈佛 还有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做短期进修 还有让他们的亲书持有股份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前一项揭露的那个子女项目 就是专门安排他们的子女在华尔街一些公司就业 持有股份呢 为了不让他们被控受费 转六道弯 在这个相关的责任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相关公司 最后你根本的美国司法都查不到 所以迪士尼目前还只是这样一种行为让的那个亲和方式 比如像习近平个人拿出他父亲表示 哎呀你父亲一喜欢这个 那么就是我们也很在意这个 这个已经跟那个外资公司做的呢 已经不算是很过分了 现时刻为了进入中国的那个软件市场 那个公安的金凳工程分一杯羹 甚至赠送中国免费送几百个病毒 让他去危害这些网民 就是有针对性的危害一些 还有就是参加监控 出了那个监控手材 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迪士尼呢 这个公司先比那些高科技公司 既没有技术击灭 目前也没揭露出更深的那个匪乱 应该说这外资公司表现不算是特别厚力的 好的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 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 我想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对来自外部的文化 通话作用是很厉害的 外来的文化 必须要适应中国这块土地 比如像谷歌 是吧 它不适应它就走了 你像那个西方的天主教 是吧 在中国也有 但是它发生了很大改变 说这个像迪士尼这个乐园呢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你说如果刚才说了 它比较受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制约 但如果彻底颠覆这个迪士尼这个本意的话 这是成为四不像了 是吧 就是有些有些问题 像尤其是文化东西 这是还是 中国人还是有一个 对西方文化 进行一个接受的过程 是吧 我希望是外国 外资也好 外国商人也好 在中国这个投资呢 就考虑到中国这个 特殊的这个政治体制 要生存呢 怎么能生存下去 是吧 要学会一些 生存的技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现在梁教授 刚才你和何敬莱女士 都谈到了外国公司 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脚跟 往往做出很多 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母国 或者其他国家 不会做出的这些让步 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的 有一个文章 他的评论说 让他们这些外国公司的做法 特别是西方公司的做法 让中国政府更加自信 同时越来越具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比如讲他们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 要求降低价格 要求交出他们的专有的技术 要求他们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 等等等等 那么举的例子 比如讲IBM公司承诺要和中国来分享技术 领英公司就是LinkedIn 同意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网上的内容进行审查 谷歌同时也在要求重返中国 当然我们知道Facebook Zuckerberg和习近平见面 甚至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儿来起中文的名字 等等等等 你认为纽约时报 他这篇评论是不是有道理 就是他们做出让步以后 反而会加大中国政府的胃口 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 迫使他们做出更大的 实际上是实质性的让步 对 我首先回应一下 河北张先生刚才的一句评论 他说谷歌因为不适应中国的文化 所以退出了 这个跟事实不符 谷歌绝不是不适应中国的市场文化 而是由于谷歌拒绝跟中国政府合作 来进行内容的审查 通过政治上的一些一种权重来排序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坚持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底线 那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政府将来会不会得寸进尺 因为跟这个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了以后 越来越有底气了 越来越有自信了 觉得外国人特别是洋人 让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以后 他能够低头让步 那我们心情是特别好 扬眉吐气了 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卑 自卑变成了自大 甚至有的时候一种傲慢 现在一种爆发户的傲慢 他觉得你过去历史上欺负过我 所以现在我在很多事情上要你低头 你低了头我就是扬眉吐气了 代表了一种民族情绪 另外就是有一些方面 比如说商业方面的利益 虽然美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 迪斯尼做了这么大让步 他发现中国政府还不仅仅跟他这一家合作 他跟迪斯尼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 也在私下里面谈判合作 其实这种做法应该说是迪斯尼是不能够容忍的 但是好像迪斯尼这次也是忍气吞声的接受了 所以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匪夷所思 如果要是像这种的合作 我真是非常的担忧 究竟他能够这个蜜月能够延续多久 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 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看到了报道说 将来那个定价的包子 就是一个普通的包子要卖一个美元一个 后来迪斯尼还解释了说 好像这是一个高端的定位 但我想可能是不是由于这个利润被侵蚀了太多 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但是包子是中国人的产品 包子你外面卖 比如说是一个美元可以买六个 或者是五个 那你这个一美元一个 还是大家感情上不容易接受 何欣然女士 在这个一方面 很多的美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 可是在中国的 已经进入中国的一些美国公司 都在抱怨 他们在中国越来生育越来越难做 而且政府在政策等等 各方面对他们进行限制 采取一些不公平的做法 有点这个围城的感觉 在城外的想进去 在城里的想出来 那么甚至我看到 美国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 向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建议 说套用肯尼迪当年就职的演讲 说不要问中国能为你的企业做些什么 而要问你的企业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曾经谈谈 现在在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 特别是美国企业 他们目前的处境怎么样 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这些企业遇到瓶颈障碍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外资的优费取消了 那么原来就是现在跟国内的企业同样纳税 就是纳到30%左右 在这个情况下 就原来免税的那一部分高达15%到20% 这一块利用空间没了 所以这个经营就比较困难 第二就是他们还面临一个在其他国家没有的成本支出 就是制度成本 就是游税政府 公关政府 这些成本是不确定的 挺高 他们没办法 第三个就是国内的土地劳动用工 劳动纠纷 知识产权 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一些困扰 都算在劳动的成本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目前就是你讲的围城现象 就是里面的想出来 外面的想进去 但是迪士尼和其他企业不同 其他企业到中国去 投资一般的是由5到7年做好亏损准备 因为是打市场 净投入时期 只有迪士尼不同 迪士尼这55万亿砸进去 那么他只要一开业 55亿一砸进去 他一开业就开始回收资金 而且他的流动资金 可以依靠开业的这些资金来维持 那么就是还有一条 迪士尼和中国政府合作 美国报纸太强调它持归的一面 但是在中国那个制度环境下 还有一样除了征地之外 还有一样就经营过程中间的 知识产权保护 其实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 那种比较高端的技术都能够山寨 那么就应几个迷老鼠啊 谭老呀 还有迷老鼠的标记的衣服啊 那个生产一条线 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宪政企业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方面呢 如果不是上海市政府 利用他们在全国地方政府中间的强势 打假的话 这一块要省事很多 所以迪士尼想的就是 第一呢我进去了 我肥收快 第二个呢我在真地上面 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知识产权保护 我也得到了一个 前市政府的支持 所以呢那边 就是低外低瑞省市 低外部吧 就这个意思 那夏教授 你从这个经济这个方面 从管理这方面 从知识产权等等各方面 你认为迪士尼主题公园进入中国 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呢 像这个何清莲女士所讲的那样 当然从整体上来讲 这个是一个美国文化品牌象征 这代表这种自由向往 那么可能会对中国的娱乐业 产生一定的促进和这个连带的效应 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面 增加中国的就业 包括这个美国的这种管理方式 技术方面的运作呀等等 可能让中国很多商家 娱乐行业的人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它的正面积极的效应是不用说的 那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客流量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预计说 第一年的客流量可能只有1000万 那么还没有达到迪士尼 在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开设的高峰 我想这点可能只要它经营的好 能够稳步推进的话 客流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口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不看的报道说 在离上海迪士尼乐园 三小时车程之内 有3.3亿的这种潜在的消费者 而且人家很多人还不止来一次 还可以吸引更加远道而来的客人 是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 我看到也有一些美国报纸分析 迪士尼它也同样面临潜在的风险 第一就是在政治方面 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越来越强 有一些比较左倾的 或者比较激进的政府官员就质疑 我们为什么要让迪士尼来进入中国 中国的企业界商界 也有一些人向迪士尼提出了挑战 比如讲万达集团的这个负责人王健林 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搞迪士尼 我们现在万达已经在中国有十几个主题公园 我们可以用这个群狼斗什么斗豪虎的这种办法 把你迪士尼来吃掉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迪士尼在巴黎 在香港至今好像都还没有盈利 或者说在没有持平 你认为迪士尼上海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经营 或者经济上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王健林这个想法反映了相当一批红顶商人的想法 觉得在中国只要有了这个政府的强力支持 好像他们这些人就是不怕任何的跨国公司 但是他没想到跨公司之所以有名 他的品牌后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 如果抛弃了这种力量和价值的话 那你的企业空壳又有什么含义 企业不是金钱堆起来的 企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精神内在的价值 那么我觉得迪士尼乐园进入中国 不仅仅是一个娱乐项目那么简单 当然也是左派们所担忧的 它是一种文化的渗透 这种渗透不见得就是坏的印译 因为任何世界上的这种人类的精神的传承和普及 它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进步 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说任何的思想文化的渗透 并不见得是一个政府 除非它是一个反对文明的 反对人类的政府 它才不能够接受 所以这点我觉得从长远来看 迪士尼乐园这个项目的它的价值 远远超过商业方面的这个含义 另外还有就是说 讲到这个经营方面的问题 那WTO中国政府原来承诺 加入WTO之后 在娱乐在新闻这个媒体方面 电影院线方面都要进行全面的开放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 而且王健林手下就有这个 万达影院集团院系 所以这个呢就有着利益冲突 他当然不希望外国的影院系统能够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也既有商业方面的利益冲突 也有一些政治上 就是其实左派们经常用这种政治口号 来这个忽悠老百姓 实际上他们内在的还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 好 同样的问题 请问何兴莲女士 两分钟的时间好吗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我看了一下这个迪士尼诺园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中方的还是参考了 国内一些比较成功有名的项目 比如世界之川 包括这个影视一条街的设计 其实就参考了那个世界之川的那个苏州一条街 所以我认为他今后可能会把那个饮食业的分包出去 然后他收租金 那么世界之川里面那个租金是相当高的 所以饮食业的定价相当高 在那个里面吃一碗面条 云南的什么过桥米线 我十几年吃就要150元一碗 那么又不准你带那个什么食品 饮料进去 然后你必须在这里消费 他可能以后会用这种中国式的强制方式 不过好像美国那些游乐场所 也是近代饮料和自带食品的 前一项我刚去过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哥德士堡 那个地方我看了也是近代的 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够说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的特色主要是在于价格太高 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间 迪士尼文化应该说是最不政治化的一种娱乐文化 所以我觉得它向中国人慢慢渗透了 还是有好处的 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开放心态 至于这个讲这个迪士尼会不会遇到竞争 我觉得就看迪士尼签约的时候 签了那个限制性条款没有 比如不得在上海辖职队再开设同样的项目 我相信应该有这样的 但是因为它的合作方是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不能帮它限制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有同类企业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这样 另外还有关于将来合作不好的时候 应该迪士尼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条款 就是比如说如果将来因为什么什么因素不能合作 那么要撤资的话 对方不得使用这个迪士尼品牌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些条款 否则迪士尼不是把自己的脖子伸到刀子下面挨在吗 好的 从迪士尼落脚上海 看唐老鸭脖行万里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 美国高铁中美核件计划为何高调脱轨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时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时大家谈节目 本月上旬 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 终止和中国铁路公司合作修建 美国首条高速铁路的合约 正式解约紧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之后 此前该合作项目被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去年9月访问美国的三大成果之一 也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方略的主干部分 有分析说这张一度艳与美中合作红图直接读出了两国关系的温度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不调 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知道是否畅通 时时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请在美国新银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 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里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爱良博士 来分享他们的看法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何清莲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原来计划当中的在加州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条高铁 它的设计它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这条铁路就是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 当时为什么要修这条高铁呢 就是因为拉斯维加斯当时赌业兴旺 认为可以带很多赌客去快去快回 但是问题就是习近平这几年防腐 就是禁止官员外出旅游公费旅游 那么中国游客就少了一大部分 而中国游客大概是近十多年以来 已经成为美国赌业的资助 三分之二以上客服都是他们 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这种工费公款赌博的客户没有了 那么拉斯维加斯的经济就比较萧条 一萧条那么修这条铁路送客 这个莫的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条铁路就没有那个 说起来也是挺不幸 中国曾经计划在美国西部修两条铁路 原来第一条加州那条铁路就是已经定于要开工了 就在开工前几天中国发生了温征动车事故 那么就结果一想这个质量不行就各自了 各自了以后过了好几年 习近平亲自来谈 然后带人来谈 谈下了这一条 结果国几个也没策定 那么当时就是习近平可能千算万算 就没想到他的防腐影响了拉斯维加斯的赌业 这个也是一个挺滑稽的事情 那么就世界日报的反应 很能说明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想的 世界日报说是中美关系恶化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打压 其实呢它是误解了 它列举的2016年1到5月份的五线被吼定 那个倒是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出于泄密 出于种种原因的吼定了 但是这个高铁呢 我查了半天知道真还没有美国政府的痕迹 因为在美国修铁路不是政府投资 不是中国的那种 经常是私营公司承包 那么当然政府也要支持 这个里面看不到中美联邦政府干预的痕迹 这是一条 所以呢就是它应该还是一个经济考量 但是呢我要说的一句就是 最近呢中国的麻烦项目特别多 这个高铁支持这个麻烦项目的一个大类别 是这个一带一路的主干部分 那么集中在这一时出现 比如委内瑞拉等等等等啊 还有泰国其他的地方都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 可能要泡汤 好的 比较着急 好 关于一带一路 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更详细的讨论 夏教授 当然对于这次中美铁路没有执行或者泡汤的原因呢 中国方面说美国方面是漫天要价 那么美国西部快线公司 它的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它主要是说美国政府要求高铁的这个列车 有的翻译成列车 有的说是车厢 我看到原文是train sets 那就恐怕是包括机头在内的 这整个一列火车都必须在美国制造 而中国高铁公司呢 得到相关许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那么你认为除了表面上双方这些解释的原因之外 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在里面 我想政治上由于这个中美两国 尤其是联邦政府一级的关系发生问题 而停止商业项目的可能性很小 几乎没有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这种大型的交通建设项目 是地方政府的事 而且中国人不太理解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关系 它跟中国的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一回事 不是那种相同的关系 所以州政府在决定建筑交通项目方面 有着重大的权限 或是最终的决定权 而不是联邦政府 再加上它这个投资本身 是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合作 这些私营企业也不完全听州政府的 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不听州政府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从政治上去解读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是有些偏差 那么刚才讲到的车厢要在美国制造 有的人说是借口 我认为也不能说它是借口 因为美国历来的这种项目 都要考虑美国的就业 增加多少就业岗位 所以外国资本进入美国的话 美国第一考量的 就是它对美国现有的经济格局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增加本土的就业人口 这点我想它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种虚幻的这种借口 有报道说美国现在没有制造高速火车 或者是车厢的工厂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中国方面可以不可以申请在美国建立一家 建立美国的第一家 可能性是有 那中国要建的话 美国也很愿意 因为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口 而且你工厂设在美国 对于将来的维护更换都是有好处的 这点我相信 如果谈判在一个适当的基础上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另外我要提出一点 这一次一带一路的计划 不仅在美国受阻 而且在墨西哥 在印度尼西亚 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类似的 或者讲原因可能不同 但是结果差不多 所以我想这个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看出中国政府 这种咄咄逼人的 这样一种向外扩张的战略 它名字叫一带一路 但是你能够认为 这个仅仅是商业的一种扩张吗 有没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意图 所以对于中国的所谓和平崛起 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是没有顾忌的 不是没有这种警惕的 所以这可能从其他方面去 更广泛的去了解 这样一个意图 为什么会受阻 我觉得更有意义 好 既然夏宜梁教授 也谈到了一带一路项目 以及他目前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就接着和刚才 何清莲女士讨论的 你认为目前一带一路 在墨西哥 印尼 泰国 美国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受到阻碍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工程方面的 技术方面的 包括设计方面 还是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每一个国家不一样 中国方面是笼统的解释成 因为看到中国和平崛起 想打压 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种想法也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实际上你去想一下 这个一带一路的 那个沿线36个国家是哪些 第一就是东南亚 再就是中东 中亚 西亚 还有包括这个 那么就是再到这个欧洲 原来只有欧洲一个地方 是个好地区 比较安定 但是现在从这个难民事件以后 欧洲现在也很不安定 那么中东是这个世界的火药桶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些国家都是一些高风险国家 政治很不安定 那么其中呢 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 甚至没有进入这个国际的评级系统 就是信用极差 赖战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我在写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 已经把那些国家 跟国家信用评级写进去了 那么这里就是中国在投资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但中国在投资的时候呢 只做政治考量 不做这个商业考量 商业考量呢 有一个基本东西 就是往的投资下去 一定要能够稳定运行 还有能够回收 那么中国就是把这个钱洒出去 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回收 该国的怎么样 你说比如这个 他面临的问题 有的是那些国家政权更替 政权更替呢 那么就是新一任领导人 不认老一人的战 比如斯里兰卡就是这样 原来中国的老朋友是那个做了十年 总统的那个 就是独裁者 就是但是一等到这个新的来 他上任的口号 就是说打击竞选的口号 就是说前任收到中国很多费落 所以他上任以后立刻就口令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这个委内瑞拉也是一样 委内瑞拉赖了中国 多少亿美元 500亿美元 也是公开发声明 说的是前任任务签下的 我不认 虽然他是自称是这个 查委是资质 什么政治路线 经济路线 分配方案都继承 他就足足不继承 他跟中国的好朋友关系 而且委内瑞拉这个经验 已经被全世界各国返效 现在分费待战 这是一体分射 还有泰国也是一样 犯了三阶政府 条款变了有变 最开始是投资 然后就是阴拉就说 我们没有钱拿大米饭 好 然后新人政府上来了 又说我们那个单轨要变双轨 然后呢 你以前给的贷款利息 还要更低一点 搞了搞去 搞得中国政府 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是 合作对线没挑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政治考量大于三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是中国企业的行为 引起别人警惕 比如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国家 中国企业在里面 为什么疑虑很多 比如华为 在这个橄榄球队的投资 大家翻译 但是 被经常被遭取谈话的理由 就是你们监控员工的 那个什么通信 监控员工的行为等等等等 好 然后我们要再加上美国 讲这个华为 所以最后呢 就是他们觉得国家安全 考虑不能够把华为 这样的具有监控倾向 和行为的企业引进去 所以它的原因呢 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中国最好是 不要一男子打包 说是西方世界的打压 最好是哪儿病就找哪儿的病 然后呢 这样才好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接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河北的水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河北水先生 您在线上吗 线路似乎有点问题 天津的张先生 您好 您好 我可以向两位嘉宾提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这个 中国这个习近平 提起来这个一代以后以后 中国的一个这个社科院的一位 好像科研人员吧 他就说这个 就说这项事情呢 就是他很反对 就是说他就是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撒钱的一个运动 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说他这个这个前世史的 是不是使用的中国的外汇 比如说那两万多亿外汇啊 那个那个东西 另外就是说他这个这个撒钱 是不是在实行这一带一路 是说都有中国 比如我提出了这一带一路 什么建铁路也好 建这个也好 那也好 都是说我我得先变职 我想从这两位嘉宾呢 从这个技术上 就给我 帮我这个解释一下 谢谢 好谢谢天津 张先生 请夏教授来解答一下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当然是这个 个人和企业的外汇结存 加上政府的一些这个储备 所以呢其中相当一部分 如果是有大规模的 这个向外投资 是要动用这个外汇储备的 同时呢 还有一部分是留存在企业 或者个人手中的外汇 如果是政府项目 那么政府的这个一些 这个属于这个 经常支付的项目中的 可以拿出来支付 当然这个投资不是一步 一下子就投下去 它有一个投资期 所以呢一点一点的 它会投资到位 刚才前面何女士已经分析了 就是说中国这些项目呢 它很奇怪的就是 它侧重的不是商业利益 不是利润 而是说一种政治上的意图 战略上的这种目标 所以它不是太在乎 这个钱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来理解 全世界那么多 强大先进的国家 为什么独独中国 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那中国是不是 已经狂妄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它要替全世界 各个国家去修路 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 其他国家都没有钱 就是中国有钱 还有呢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 中国的高铁项目 难道是世界上 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吗 我们知道这个八九十年代 还在讨论 到底是引进日本的 还是引进德国的 还是引进法国的技术 怎么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领先世界的技术呢 后来这个铁道部长 这个刘志军被逮捕 判刑之后 大家才知道 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 实际上是靠钱买来的 是把人家的技术给买断了 专利买断了以后 就是大肿脸充胖子 说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 百分之百的自主知识产权 这是简直是 这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那么后来又出了 温州的那个动车追尾事件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在全世界 中国的这高铁技术 并没有真正让人们放心 直到今天我们在用的技术 实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还是德国 日本 法国 三家的 中国最多做了一些改进 谈不上这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新 那么所以呢 从技术 从资本这两个方面都说明 中国并不具备绝对优势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 那么唯一的解读 就是他有战略上的思考 战略上的意图 接下来再接听黑龙江的杨先生 杨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关于这个高铁这个项目 我觉得还是商业上的一个考量 咱们中国人喜欢从政府上考量 但是中美合作 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把它说清楚 是中国政府直接支持下的央企 与美国政府可能干预的一个 它是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公司吧 他们之间的合作 这样我们能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所以我想经济考量 应该是美国它这个公司 对这个合约解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而政治上考量 我想还是有多少是一些阴谋论 阴谋论的这个想法 无论是在考虑中国这边 还是考虑美国那方面的因素 我想不应该做这方面的考虑 好 谢谢 好 谢谢黑龙江 杨先生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河北的水先生 水先生 您好 河北水先生 您听得到吗 你好 能听见吗 听到了 请讲 你好 我就是说这个 关于那个中美高铁的这个项目 当时那会儿那个何晴莲女士 分析的也是挺有道理 然后还有那个 夏业梁教授 都挺有道理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吧 那美国吧 对于这个高铁吧 其实实际当中吧 也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那美国吧 主要是一个是航空 航空运输 人们坐飞机多 再一个就是高速公路发达 人们都开汽车 汽车也挺好的 然后交通吧 不像国内那么拥堵 所以说对于这个高铁 究竟盈利不盈利 这个美国方面 尤其是都是私人的公司 肯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后来这个拉斯维亚斯 也没有那么多人来这旅游来了 来这玩来了 肯定就是说 也就是修也行 不修也没事 最多是违约的话 也没就是赔的钱 可能也没有预期 亏损那也要少 所以就是说 可求不可求的问题 其实美国吧 这个铁路上 我看过一篇文章 美国是铁路是货运 占的份额特别大 就是说美国那个铁路运输 占全国运输的 据说是有40% 比中国大陆高了很多 因此美国其实物流成本 肯定就将近能降下来了 中国大陆现在是 那个汽车运输 反倒是比铁路运输 占的份额多 铁路运输 现在在国内占的份额 最多有才20%多 就是说 因此就是说 因此国内的物流成本 也特别高 就好比就是发个货 就是说照汽车 运个几十公斤的东西 从南方运到北方 光运费就是上百元人民币 后来这两年吧 国内的铁路方面 后运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 提供了一些便民的 一些措施 目前就是推出了一些 那个后运快运 快运 现在运费 都挺便宜的 几十公斤的产品 从南方运到北方 也就是二单十元的运费 岂不想有二单十元 超过了也不太多 对于说以后 中国大陆吧 还是多发展货运的问题 客运方面 高铁吧 其实在西部 尤其是西部吧 实在是已经离不上来了 好多网友都也都 平时也都反映 都看出这个问题来了 别的吧 以后再说吧 谢谢了 好 谢谢河北水先生 黑龙江杨先生和何伟的水先生 对这高铁问题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我想最后请问何清莲女士和夏凉女士 第一个我们是继续回到美国这个西部高铁 泡塘这件事 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 实际上它这个西部高铁 也面临着建设可行性 以及将来是否会盈利 这么一个话题 那这纯粹是商业上的 或者经济上的 但是我也看到有评论说 从这个铁路停建 也可以一夜之秋 反映出中美现在不管是政治关系 还有经济关系方面 确实还不是非常的融洽 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以及很多的困难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中美关系呢 目前呢 要想优势突破改进 是不大可能 一切都得等到总统大选结束 看明年白宫的主人是谁 然后它的那个中美方略是什么 那个时候再来讨论 有什么变局 可能比较现实一点 第二点呢 现在不仅是中国的自知投资 在美国受到阻碍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也受到多方阻碍 这个困局的双方共同面临的 所以呢 要解决 可能也是得等到 这个中美关系 有了新的那个 第三点呢 就是中国的投资 确实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商业利益 以后呢 不要把这个经济云入 和这个投资 爱者呢 混淆成一块 第三点呢 不要认为发展中国家 是穷兄弟 我们给你做生意 大家就兄弟亲 其实发展中国家 现在赖掉了中国不少啊 中国现在海外投资 到今年年底 累计是1万亿美元 要突破 那么其中呢 按照美国的全球投资项目 来追踪 是40%几 陷入麻烦项目 所谓麻烦项目 就是项目投入以后 由于政治 经济各方面的因素 导致这个项目 终止 难以为继 亏损等等等等 好 然后就变成那位工程 不仅 我还有一句要说 就是 中国现在有广大的 西部地区 还有很多的中部地区 这个交通还很落后 如果我们中国 把一带一路的这种资本技术 这个精力能够用在 中国国内内陆的建设方面 我觉得更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对中国人来说 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民 所以现在呢 这种 我觉得战略意图 或者政治意图 大于商业利益的 这种一带一路的计划 从根本上来讲 这个导向是错误的 何欣连女士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 这个一带一路呢 其实中国这个考虑 一带一路 也是经过反复仇私 最开始 是想模仿美国二战以后的 马歇野计划 把中国的过剩产能 这三十几个行业 跟基础建设有关的 转移出去 就像中国 偷技术拼了一个南铁 北铁 南高北高 专门制造这个高铁的 车厢的 但是呢 到后来 国内不能用 就等于那个生产资源 闲值 所以还是想推出去 一推出去 那么就干铁 还有这个其他的 各种各样 跟这个基础建设有关的 几十个行业 都能推出去 但是问题现在是 产能过剩依旧 这个一带一路受阻 所以消发过剩产能 这个计划呢 没成功 没成功 那么前一线就想 用这个政府保护补贴 向外面倾销钢材 结果被美国发以 惩罚性关税 欧盟发以惩罚性关税 好 这个低价倾销又做不到 好的 所以中国现在是个大问题 好的 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何清莲女士 何夏良教授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L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